刘祥峰刘屠夫的事 全网都知道了 到此日 刘屠夫的杀人事迹还在顶流 随着网友对他的举报增多 此人谋财杀人的恶行 越来越多 装装剑剑 触目惊心 这里只说五件 剑剑都能惊掉看官的眼珠子 第一件 他在各个手术时瞎拽用 把结石揣在兜里 然后把患者的健康胆囊切下来 再在里面塞两块结石拿给家属看 第二件 在结石不够用的时候 就给90多岁老太太 做胆囊引流的保胆手术经常 这种世界级创新术 还招来了电视台采访他请的 为高龄人群保留了以后 再得胆囊炎的自由和权利 此举 被网友基为国际自由主义战士 第三件 他二十多年前 声称给某胆囊恶性肿瘤的患者 做了根植性切除 让他一直打防化疗 患者深信不疑 一直夸赞他的治疗方案 结果在某次门诊复查的时候 台片子发现胆囊还在 患者和家属用信任的眼神 看着刘教授 说 刘教授 你说人会不会有两个胆囊 第四件 他哄骗患者得了消化到恶性肿瘤 做完手术后 把化疗泵直接矿制在皮下 内管不接血管 相当于打滴东西全留在皮下 然后要求患者每个月过来打化疗 他亲自上阵 给患者注射绿化纳注射液 患者和家属感恩戴德 因为刘教授的手艺好 亲自给患者打化疗 而且打化疗一点都不难受 还不掉头发 第五件 一个小女孩肚子疼找他看病 他随即以肠耿阻安排手术 开服后并没有发现耿阻断 然后就切了一段好肠子忽悠家属 上述之事 绝对是全球医疗系丧良心之罪 哪一件都击穿人类良心底线 在刘图夫的杀人事迹中 那个被他杀了一刀 被他骗了大把银子的患者 真真是黑色幽默啊 因为自己割了胆囊后 又生出了胆囊 请教他 刘教授 你说人会不会有两个胆囊 如此绝妙的剧情 在天才的剧作家也写不出 当然 同时 人类的认知 也就这样被刘图夫颠覆了 多年来 不良医生虽屡见不鲜 但像刘图夫这样眼离只有钱 患者接猪狗的医生 前所未有 当然 同时 刘图夫也创造了两项医疗系记录 一是他的伙食空前的 一个夜间 整个互联网的桌子 被他掀了个底朝天 至今无一出其佑者 而是刘图夫爆雷后 呼吁将他言成的网友之多 呼声之强烈 也是空前的 看看网友留言 枪毙这个公畜生的声音 可谓挂一露腕 大家请看 还是那句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为何全网都在呼吁枪毙刘图夫 除了谢恨外 更主要是这次刘图夫事件 刷新了公众对不良医生的认知 换言之 就是刘图夫事件 折射出一些地方存在图夫式医疗生态 因此 公众有三个为什么要问 一是 这事件不是发生在小医院 更非诊所 而是素有北线和南乡雅的 全国顶尖三甲医院 在湖南 人民群众谁不是乡雅如神 如上帝啊 连神 连上帝都黑成这样 那 那些小医院和诊所 岂不更让人恐怖 二是 刘图夫是个恶人 这 他的同行 甚至一些患者早就晓得了 也一直有人举报 但结果是无果 无果 最最铁证的是 刘图夫入党投票时 居然零同意 这样的是 放体制内真是个奇迹 足见这个所谓教授 真乃TM 教授之标本 但他竟然一路紧升 还成名专家 成副主任了 这 要说他没保护伞 鬼心 所以说 举报刘图夫无果这事 B 刘图夫杀人更可怕 因为只要他背后的大神在 一个刘图夫倒掉了 还会有赵图夫 前图夫站起来 三是 事情闹到今天 想要二院的处理 只是经医院研究 决定免去刘祥峰湖南省创伤急救中心副主任职务 停止其处方权及手术权险 这种罚酒三杯式的处方 让网友万分不解 也万分愤怒 刘图夫明明存在涉嫌违法 性质极为恶劣 造成了患者生命财产极大损失 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到今天 襄雅二院还在观望 司法机器还在当看客 法律 却在哭泣 基于此 有网友爆料说 在襄雅系 刘祥峰只是一条斧头鱼 背后的道德生态让人担忧 并呼吁监管机构插手 对此网上爆料频频 有些情况是有案可查的 一 2006年 襄雅医学院就被爆出多起腐败案件 时任中南大学 襄雅医学院院长陈住处被查处 2 2010年 襄雅医院多名中层干部与职工 被湖南省纪委陆续带走调查 3 2014年 中南大学原副校长 原襄雅二医院党委书记胡铁辉 设下危机被立案调查 4 2016年 央视调查报道了 包含襄雅二医院 在内的六家大型院的医疗腐败黑幕 5 2017年 襄雅二医院院长周胜华 疑似因管理混乱被免职 综合看 刘屠夫也好 襄雅医道德生态存存在问题也罢 其根源或许与一位熟悉襄雅医院专家 透露有关 在襄雅 空间小 但是人的能力强 只能被迫内卷 假之内部派系竞争激烈 导致难免有些人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触及底线甚至违反底线 如果真是这样 除英立马刑拘刘屠夫外 襄雅这尊神 也该躺上上述台 接受一次彻底的外科手术了 青龙视频中国那些事 最新中国热点新闻解析 欢迎点赞评论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